白色泡沫痰是正常的吗? 薛志文副主任医师 临床上的话确实也会经常碰到有些患者来自询 病人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咳嗽、咳痰的这样一个症状 咳痰的话特别是白色泡沫痰 在有些人的话可能也算是正常的 比如说有些人有吸烟的一个习惯 有时候比如说天气寒冷了 或者随着空气污染的加重 可能正常人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痰炎 但如果说平常不吸烟 也没有特殊感染的这些病人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痰炎 比如说咳痰量增加了 咳嗽增加了 可能是一个止气管炎的表现 从临床上来说白色泡沫痰提示来说 可能感染的因素不是特别多 如果说一般咱们说感染导致的 可能它都是黄色的浓痰会多一些 所以白色泡沫痰的话 有时候可能是一些病毒感染导致的 有时候可能跟天气的寒冷刺激等等 是有相关性的 这些病人如果说处理起来 不一定要用抗生素 临床上咱们会经常碰到一些病人 不管什么症状用了以后 咱们都会加一些抗生素 消炎药去吃 可能咱们比如说经过保暖了 戒烟了 它的一些痰液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专家提示 一、白色泡沫痰在有些人可能正常的 比如有些人有吸烟习惯等 二、临床上白色泡沫痰可能感染因素不是特别多 有时候可能是病毒感染导致 三、经过保暖 戒烟一些痰液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这些痰液就会减少了